你们看这就是今天的主角啦 我最喜欢干的活就是救援了 我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今天刚好在家有空 东家一个电话打过来 他说他的拖拉机在田中间陷掉了 一听这话我立马马不停地往这里赶 终于在接到东家电话的30分钟后 抵达了现场 根据东家的描述 他说他知道那里会现车 并且都已经插好了棍子做好了标记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是不小心开到了里面 走进了一看发现线还挺深 整个轮子大半都看不到了 前面的柴油机刚好浮在水面上 我们用斗子浅浅地往拖拉机前面探了一探 发现也不是特别的深 所以决定从前面帮它拉出来 等东家把钩子挂好 我们直接开拔 瞧瞧多深 后面整个座椅都浸泡到了水里 拉上来以后 东家觉得应该还要往前面再拉一些 那我们就换个姿势 再往前面拉一点点 东家说害怕之前熄火的时候泡在水里 把机器给泡坏了 所以把拖拉机给拉上来以后 东家第一时间掏出车钥匙准备试车 这个单钢柴油机的质量哪是没得说 马力不强 欲强则强 当它刚开始冒黑烟的时候 说明它才刚开始发力 经过东家的再三确认 这个拖拉机没有问题以后 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刚刚它限车的坑稍微给它平一平 这地方应该有个一米深左右 估计大型拖拉机来这里都得限车 把这旁边拖拉机已经打不到的地方用挖机搅个几下 然后再把刚刚东家自救用的棍子给它捞上来 不是我吹牛 如果不用挖机捞的话 这根棍子一个人抬半天可能都抬不起 现在救援完成 我们远路返回 在我们下填的这个口子这里 东家说干脆把这个口子稍微填一填 把它修成一条下来的路 到时候收割机能从这里开下去收割 拖拉机能从下面开上来回到路面上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填一填 随便来上鸡豆 再用斗子抹一抹 一条光滑的小路便由此出现 当修好这个简易的变道了以后 东家觉得这个沟里的草长得还挺不错的 让我们回去的时候顺路给它刮一刮 他说这个草太长了 能工的话简直根本搞不通 我反正要从这里回去 我干脆直接把斗塞在这个沟里 一边走斗直接一边挤着这个草 一直往生下收 等到能捞起来的时候 直接把它捞起来放在这个马路的边上 这里搞定以后 前面还有一块 这个稻田的边上 不知道什么年代 建了一口古井在这里 东家说 这个井虽然不深 但是常年不会干 常年清澈 源源不断的水源 旁边田里的水 不管再怎样浑浊 它这个井里的水 都是清澈见底 我看了看 这个井的结构 全是用条石堆砌而成的 这个井的年龄 估计比我的年龄都大 就是不知道为何当年 会把它建在这个田中间 好了兄弟们 今天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的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哦